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热播的同时 这部剧作也带获了其中的演员 然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剧中的傅恳与威英洛莫属了 傅恳与威英洛一直是大家第一汉 许多人也因为剧情的原因 对编剧恨得简直牙痒痒 因此 在一期快乐到本营的节目中 两人还特意换上了婚妆 在舞台上成婚 完成了观众们对于傅恳与威英洛的心愿 目前 演习攻略的更新也已经到了结局 剧组也是开办了庆功宴 在庆功宴上 傅恳也亲口对威英洛告白 说了他向海岸查代的话 傅恳说 我已经守了你一辈子了 一辈子 下一次 能不能换你来守我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 就在傅恳告白后 威英洛当场泪崩 而傅恳健壮 也是给上了拥抱 整个画面感十分的暖心 也让许多的观众有了莫名的感动 对于傅恳与威英洛 不得不说 两个人的CP画面感是真的很强 许多的网友都忍不住猜测两人是否为情侣 虽然 两人对此一直没有给予回应 但多数的网友还是很希望听到两人交往的消息 只是不知 对此 不可与威英洛 又会怎么看呢 在此 我们也给予两祝福 希望两位乃有小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 事业也能够越来越好 总有一天也能成为娱乐圈里的天王天后 并且 在事业上升的同时 也还会相继的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优秀剧作 献给您目前的观众们 而您目前的网友们 对于延企攻略的结局 你们又是否满意 对于傅恒与威英洛 你们又是否希望他们真的在一起呢 免责声明 文中突片引用之网络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我记得你还会启嘱 你一早上乱 我满意的 我满意的